就是我覺得他很花心 我覺得以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要堅定的選擇對方 但他就是有點走馬看花的感覺 他為什麼要辦小帳專門去追蹤美女 而且重點是他有一隻小帳的粉絲人數還比我還多 就是他就偷別人的照片然後去發 然後營業 然後還有男生在跟他聊天 超酷 我在刷新三冠超酷 我們在一起兩個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分手過一次 那一次分手是因為他有繼續玩教的軟體 他就是也是叫別人寶貝什麼的 然後後來他就說什麼 對不起我在發抖你知道我很氣 冷靜冷靜 我氣到快生氣了 關於抉擇這件事情 每個人的考量都不盡相同 至少像史詠勒有要斷省力的時候 那大家就這樣一丟 但你偏偏就是割捨不下 嗨你今天神神發亮了嗎 我是雷貝卡品佳 今天坐在我旁邊的是 感愛感恨的貼蝎座代表EJ 嗨大家好我是EJ 跟我們介紹一下你自己 特別是感情狀況的方式 我單身一個月多了 一個月多還蠻短的 然後上一任是在一起三個月 但是因為就是個性不適合 再加上我覺得有參雜一些前前任的因素 所以就分開了這樣子 所以前前任才是我們今天要聊的 對我覺得他給我未來的感情 帶來一個很大的阻礙 我覺得是阻礙 對 那先問問看你怎麼樣定義 渣男好了 就是我覺得 既然你選擇跟這個人在一起 那你就是要堅定的選擇他 就是既然都已經就是 認定他為你的另外一半 那就應該自動斷掉跟其他異性的 聯絡就是比方是聯絡 就是那些曖昧關係 對 與舉的那些舉動吧 就像雖然我自己有很多男生朋友 可是他們都知道我 交男朋友以後 我們都會懂得 會一起保持安全的距離 避嫌這樣 如果男性朋友交女朋友 我也是 他們是絕對不可能單獨約得到我的 就是絕對不可能這樣 就是我自己不希望其他女生怎麼做 那我就不會當那種女生這樣子 幾所不予勿施於人 那我們來聽聽看 你的前前男友是怎麼樣渣你的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 迪卡 他抽卡認識 然後剛好是同一個學校 所以就有去吃飯那樣子 我覺得他荒唐的事蹟很多欸 他一開始的話 他跟我在一起兩個月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他爸過世了 然後他就突然消失了 就是真的完全想 那家人他爸有真的過世嗎 他爸真的過世了 對 然後他就說他就要主持上禮什麼 可是他就不見兩三天那樣子 然後我找他也找不到 但是他有發現時 然後沒回我 我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回我 他就會說 喔沒有啊就只是發一下我很忙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因為那時候是初戀嘛 其實我寬容他很多事情那樣子 是後來才知道他爸雖然過世了 但他那幾天都在夜店 蛤 對 就是很誇張 是要去夜店削減他的難過還是什麼樣子 就是我覺得身為正常人 如果你的家庭是正常的話 你至親死掉了 你怎麼會就是有心情去夜店 你應該想要一個人沉浸 對你應該想要一個人沉浸 你不會想去那是嗨的地方嗎 對 後來就是他跟我出去手機就是一定 就是這樣子蓋著 其實不太喜歡人家看人家手機 也不喜歡別人看我手機 互相保有彼此的空間 對對對 就算真的我跟我朋友沒聊什麼 但是我覺得給就是另外一半看到 就是有種沒有隱私的感覺 所以他那時候就說他不想給我看手機 我就說喔好那沒關係 可是就後來越覺得越奇怪啊 就是譬如說LINE可能要掃碼加好友什麼的 他就一定不會點開LINE那個APP 他一定會長按那個APP 然後跳出來那個可以掃碼那個他才要掃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樣子其實蠻多此一舉的 就是你掃完以後你還要 也是還要進去然後再加好友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想什麼 然後後來是有一次我們好像去吃飯吧 他那時候在玩一個手遊 他叫我幫他玩那個手遊 他就去上廁所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天人交戰 我在想說 要偷看一下嗎 對我要偷看嗎 可是偷看以後我會心碎 那如果偷看了沒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樣 但是我後來就是選 而且其實有一種現象 就是你偷看了以後 你就一定會想要看到什麼 你反而沒看到你自己還會難受啊 還會一直去想各種方法 讓自己可以看到什麼 對對對 但是後來呢 就看到他有就是 置頂其他女生 我是第四個還沒有置頂 但是那些女生都已經很久沒聊 然後我就繼續看 看了就發現他就是叫別人寶貝啊 然後叫高中生妹妹寶貝啊 然後譬如說他今天跟我去吃牛排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拍那牛排給那些女生看 去群發喔 那些女生看 然後說 我今天跟朋友去吃飯 這間滿好吃的 這間完全否認女友的存在 這間滿好吃的 我下次可以帶你去吃這樣子 對 看到的時候我當下覺得 嗯 好 然後再加上後來那時候 他一直跟我講說他沒有衣服穿什麼的 我就買個衣服給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還跟人家抱怨說 喔 我朋友之前送我的衣服質量很差 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看到的時候我其實當下就是 心情很複雜 不知道是難過還是生氣這樣子 我就跟他講說 那就不要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其實 所以他就廁所回來 你就直接跟他爆發 直接跟他講清楚 對我就跟他講清楚 我就覺得 這是怎樣 我覺得生氣大過於 就是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對待一個 認真對待女人 因為我算真的很認真對待他了 對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說什麼 喔 那些沒聊啦 什麼的 我錯了什麼什麼 然後我也不理他 我就直接回桃園這樣子 然後是他桃園的時候 他就一直瘋狂 一直跟我講說 他錯了什麼 他錯了 然後不應該這樣子對我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因為初戀嘛 想說 好啦 可能會為了我改變這樣子 這很傻 各位女孩們 他不會為你改變 跟我改掉持續相信我 那他最佳最誇張的行徑 就這個了嗎 我覺得不是欸 我覺得說他你們會嚇一跳 就是 還有啊 對對對 他就是 後來我看他手機的時候 我其實看到很多張偷拍照 那種 拍路上女生的腿的照片 因為我覺得有點噁心 就是有點反胃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就很理所當然 跟我講說 喔這就是習慣啊 然後他就說 男生都會這樣 我覺得他很常把他自己的 家男行為合理化成 全部男生都這樣 所以他導致我後來 可能跟某些男生 不是某些 某個男生曖昧的時候 我後來可能跟某些男生曖昧的時候 所以他導致我後來可能跟某個男生曖昧的時候 我就會很怕他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然後就會有點畏縮了吧 我覺得很怪就是 他們可能曖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抵觸他們 就會覺得 會不會他也是這樣子 就是裝的很好什麼的 對他就說什麼他會改什麼什麼的 跟你講 渣男講的他會改他不會改 他只會藏的越好而已 後來呢有一次我們去台南旅行 然後那時候天氣很熱 但因為我是一個很不耐熱的人 然後呢我就其實走到已經有點脾氣了 然後呢他就說他要上廁所 我想說喔好 廁所只有在台南的一個湯姆熊的二樓 因為要爬一個很長的樓梯 我就跟他講說 喔好那你去上廁所我在樓下等你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 我就越等越奇怪 男生上廁所 不是抖一抖的事情而已嗎 對不對 但他走了15分鐘 然後我在那邊熱到就是已經 脫的脫妝的脫妝啊 還是他可能是上大號 他跟我講他想上小號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下來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你怎麼那麼久 他說喔沒有啊 就只是什麼人很多什麼拍對什麼 該不會是女生講電話還是什麼吧 不 那誇張的來了 後來我就好像拿他手機拍照吧 就看到他湯姆熊的背景 然後好多美腿的照片 他在上面給我拍 然後我在下面熱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超不爽 天啊好瞎眼 超不爽對不對 超級不爽 然後我就覺得 我居然還有辦法忍他 再忍個好像 等下你們總共交往多久 一年半 一年半 那時候是去台南是交往多久 大概交往九個月 九個月 等一下那後來讓你又繼續這樣子跟他虎腳蠻纏下去的力量是嗎 他說他正在慢慢改變 喔 所以你就想說等等看他 看他有沒有真的改變 那過程中有改善嗎 是有少拍一點 但是我還是沒辦法接受偷拍這個行為 就是我的良心會譴責 這真的還蠻噁心的 對 就很噁心 對 我們之前有一起聊過渣男動物園嗎 那你覺得這個前前任男友比較像是什麼樣的動物 對你來說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狐狸那種比較狡猾的 就是他會演戲 他演戲的好像他有要真的要改變這樣子 但是其實並沒有 只是讓你感覺他好像改變這樣子 他也很軟爛嗎 你說靠你買東西給他這樣 他會一直跟我哭窮 然後一直說什麼 呃 就沒錢吃飯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可能 喔 買飯給他吃啊 EJ又是個很阿薩利的人 對 我想說你自己也知道 我其實不會太跟熟的人計較錢什麼的 然後他就可能抓住我這一點吧 然後就會一直跟我講說 啊謝謝你啊 什麼你真的人很好 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直希望我請他吃飯 那後來是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樣的一個爆發點讓你看開了放下了 就是他去美國的時候 他其實認識我之前就打算要去美國打工度假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不耐能接受遠距離的人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可以不要去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遠距離已經有點太遠了 不是說你一個人在台北台中 然後我想你我就可以搭高鐵上去找你 而且他有時差的問題 對對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可以不去嗎 時差啊 疫情啊 都可以去 然後而且我也不放心 那時候還沒有疫苗 然後呢我就覺得我也不放心啊 然後他就說什麼 喔不會啦 不會真的去把疫情這樣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是我看他手機已經有訂票資訊 哪裡 先講後座 對 然後我才發現 啊他要去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這是他的夢想 我可以不要阻礙他嗎 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他還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手機裡面有跟一個女生聊天 各位女性們 男朋友的Line隱藏聊天室給他翻個遍 喔 可以發現很多 對 發現很多秘密 記起來大家記起來 對 然後呢 相簿隱藏相簿 喔 iPhone有隱藏相簿 對 然後雲端也擦一遍 欸我們的攝影師在笑欸 攝影師是有感覺 攝影師先刪了 哈哈哈哈 攝影師應該漠漠的划刪掉這樣子 那那個女生是他們一起約要一起去美國嗎 還是 就是那女生已經先在美國了 然後他是跟我講說他想要跟隨那個女生 就是什麼活動都可以跟他們一起來 就是因為那裡去的台灣人其實比較少 因為那是大峽谷比較少 他想要跟那一群女生為一團 對對對 但是那一群女生有八個女生 兩個男生而已 他是其中一個男生 對 然後其實我們很不放心就是這樣子 是在養後宮嗎 對 然後後來他就是跟那女生一直噓寒問暖 一直說什麼 欸那你天氣怎麼樣啊 需不需要幫你帶威力雜醬麵啊 什麼什麼的 而且重點是那女生有男朋友 嗯 然後我就想說 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是就是 去美國打算跟他在一起是不是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我不喜歡這樣 如果你真的沒聊什麼的話 為什麼要把他藏在銀行聊天室 然後他就說 我怕你生氣啊 又是這句 我怕你生氣啊 他都知道你會生氣 那他為什麼要去做 為了同理你 但其實是為了cover他自己的那些惡性 他就只是在賭你會不會發現而已 對對對 但我就是 那你覺得 你還是沒有跟他吵架 或是跟他翻臉 就讓他去嗎 因為那時候其實已經要去美國的前幾天了 我就懶得跟他吵了 我就覺得啊反正去就去了 對 然後後來 多擔心嗎 多少有一點啊 然後後來他去美國的時候 他就是就把他的LINE帳號給我 嗯 就我的LINE 然後就跟我講說 欸這樣不錯啊 那至少有給你放心一點嗎 對我那時候也這樣子覺得 然後呢後來他就是 突然跟我說什麼 他的手機啊 網卡沒辦法用 要去跟那個女生 就是他講的威力紮漿面女 去借手機這樣子 然後我就喔 我去借啊沒關係啊 然後後來是 我不能接受遠距離 就是因為我其實是需要靠見面 去維持感情的 我沒辦法就是 純粹打電話什麼的 我需要是看得到摸得到 碰得到的人 但是他去美國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點對他 他好感比較下降了 那時候8月14號七夕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大家都有 可能巧克力啊花什麼的 心裡會有點空虛 對對對就會覺得 人也不在 然後禮物也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 跟你在一起感覺 但是我沒有直接跟他講 我就是跟他講說 那個其實 我覺得可以一點點儀式感啊 其實你送我什麼都很開心 你知道他在視訊的時候 直接給我臉垮掉 其實那時候在一起1點半 我已經太獨懂他的心思了 我就問他說 你現在覺得我很物質嗎 你知道他回我什麼嗎 對 你不覺得嗎 各位 我跟他在一起 週年生日 從來沒有收過他送我的禮物 更別起情人節了 我連清明節都沒有收過他的禮物 今天要送他的禮物是不是 我就送他一疊金紙 然後我就超不爽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就是 對他有點反感 就是我覺得 太小氣了 太誇張了啦 好你想說你比較節儉一點的話 你 你寫個卡片也可以吧 對啊 你就是 就是有沒有新的問題而已 其實女生要的就是一個心態問題而已 然後後來我就沒有什麼在跟他爭吵 就會覺得這個人已經廢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樣平平淡淡的結束的嗎 還是有什麼爆發時間 沒有沒有 是那時候他就是有點愛理不理的 然後我就覺得都已經遠距離了 你還不願意回訊息 那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憑什麼要跟你在一起 對 然後我就點開了他的那個 就他給我的LINE的帳號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不是跟我講說 那一團有10個人嗎 嗯 他的那個LINE的群組已經10個人了 但是呢 有一個正在邀請中 然後我就在想 那個人是誰 我就點進去看 剛好那個是WEI 他的中間名 就在說你的BEEI 所以是他的分身帳號就對了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在跟我講電話 他有就有點吞吞吐 他就說因為他舊手機沒有網路啊 舊手機幫舊的LINE啊 所以他要用新的手機新的網路 然後加入那個群組才可以跟大家隨時隨地聯繫啊 我有個疑惑 LINE不是跟著電話號碼的嗎 怎麼可以辦兩個LINE 啊他有美國的SIM卡 哦 他有美國的SIM卡 對對對 因為他美國要文卡 然後他有買SIM卡這樣子 然後真正讓我發現 就是他跟我視訊 因為想說啊 很久沒看到視訊一下 因為他是有戴眼鏡 然後我就看到他眼鏡的反光 就是有點 天啊你真是真信社哦 沒有我跟你講你被傷害過以後 你就會覺得滿身荊棘 就是你會想要保護自己 然後仔細的觀察 對對對 因為他在我視訊的時候有點心不在焉 我就看到他反光 好像有另外一個手機螢幕 我想說有可能是我倒影嗎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這樣子晃了一下 欸不會動 沒有跟得動 我一本笑笑跟他講你在幹嘛 我就跟他講說 你在幹嘛 然後他就說 我在想你啊 我就臉垮掉說 你在幹嘛 然後他就說 天啊他眼神很有殺氣 嗯 我就說 你是不是在用第二隻手機 然後他說 哦 對啊 然後我就說 現在把你的帳號給我 馬上 然後他就說 哦 然後他就給 給完以後呢 我就看到他跟那些女生聊天嘛 第一個女生 真的很誇張 他叫A女 欸等一下我想好奇一下 那個炸醬麵女是有在任何一個裡面嗎 C 他是C 哦 C 有三個 有三個有三個 A女他就是 他們在討論 他們打工度假以後 就是要去西雅圖的機票 我看到的內容前面是已經刪掉了 後面的話是 欸欸怎麼辦 我女朋友發現我第二支 Line了 所以 我把紀錄都刪掉了 你可以再傳一次機票的資訊給我嗎 然後那個女生就回 他怎麼發現的 他是FBI嗎 然後呢 我就超生氣 我想說 X這就代表那個女生 一定知道我的存在 對 然後還要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女人和不為男女人 太不可理喻了 然後呢 我就 也不可理喻的打過去 然後呢 他就接起來就是那種 嗲嗲女生的聲音啊 我一講話 他就把她電話掛了 然後就打個問號問號 對他打個問號問號 他就問我說 怎麼了 然後我就回他 FBI來啦 他不是在找FBI嗎 我來啦 然後呢他就說什麼 希望我跟那個男朋友的事情 可以自己解決啊 什麼的 他就是在裝什麼合適的喔 最大的問題是誰 在跟我講話的你啊 最大的問題是你吧 然後我就很不爽 後來我就想說 好先放過他 先放過他 瞎笑他就好了 然後就點開B女 你們都記得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我找到他第二次LINE的時候 他給我一個理由 什麼的對不對 因為他舊手機沒有網路啊 舊手機綁舊的LINE啊 所以他要用新的手機 新的網路 然後加入那個群組 才可以跟大家隨時隨地聯繫啊 後來才發現 那個理由是B女幫他想的 他在回答我的同時 然後又去問那個女生說 欸怎麼怎麼辦 我女朋友發現了 我要怎麼回答他這個問題 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就很生氣 我就密那女生說 你的理由很爛 因為我是用 我前前認的帳號密的 然後他就問說 什麼東西 我就說我殺女配奧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女生來我想說 反正就是叫我要有安全感 安全感自己給的 什麼那些屁話 超不爽欸 為什麼女生會沒有安全感 就是因為身旁有一大堆臭BGN啊 不是嗎 如果BGN消失了 安全感 安全感滿滿 對不對 EJ連到這種時候都還是充滿幽默感 我真的很不爽欸 我真的很生氣 然後後來我想說 好那既然都分手了 我就就是打電話叫她媽拿東西 拿東西 所以她是有東西放在你租書嗎 因為她那時候 覺得她不是要去美國嘛 她就把東西寄放了這 她媽就說什麼 恩就是要來載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然後她媽就突然講一句 我是不知道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吼 阿姨要跟你说 会不会是你误会我儿子 我直接理自线断掉 我就跟他讲说 阿姨 如果你需要证据的话 我可以加你的line 一张一张那样传给你 然后他就说 我不用啊 我不需要知道你们两个之间 怎样怎样怎样 他可能是不敢知道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人在座天在看啊 我说你也不要把这句话打包一点 送给你的儿子啊 什么叫人在座天在看啊 跟我讲 抱歉我没有办法不笑欸 我超过爽 超过爽欸 然后什么叫做人在座天在看 后来有跟我一些金钱纠纷 但是不是那种说 我送你礼物你要还给我 不是那种 就是一些金钱纠纷这样子 然后他就不还我钱 然后我就想说 他是跟你借钱吗 就是类似 我想说好你不给我钱 那我也不款你东西 他妈妈就说 你就是不款你东西 我就去告你 他说我要告你轻战 然后我就说 阿姨 我现在就把他丢到我家楼下 然后等下那个回收的减总 那就是回收的问题 他妈妈就说 那我就告你回损 我说阿姨 太阳不是我管的 雨夜不是我管的 他就是什么 反正我就是会告你 我说哇 太厉害了吧 没有钱还钱 然后有钱告人欸 我靠 那你有让他知道 他儿子欠你钱吗 有啊 他妈妈还不还我 他妈妈还说 自己跟你儿子也没人家 哇 从你子宫生出来 就不负责了是吧 受出不退换货了是吧 我超不爽欸 我想这家人是怎样子 后来我想说好算了 做公益 做公益 捐助流浪狗 我就想说算了 所以你没跟他要 我就觉得这种人 在跟他接触我会脑重 我会死掉 花钱消灾吗 花钱消灾 那我可以问一下 他借的金额多吗 27500 以个大学生来说不少 27500 对 然后我就超不爽的 我想说算了 心平气和的度过这一年这样 好啦 反正至少你最后是看清了 他这个人 然后铁心的离开 那你会后悔说没有 一开始第一次发现 他出轨的时候就离开吗 对 所以我想跟就是 有这种困扰 遇到渣男的那种 姐妹们喊话 第一次发现不对劲 被备判了 扛着火车跑 跑 马上跑 就是不要到最后 就是不要说 天哪他会如何改变 不会 勾改不了吃食 然后说认真的 一个男生 他就是再怎么样 就是他只要是一个 就是有担当的男生 对 他不会跟女朋友借钱 因为他想要的是 给女朋友完美的一面 他不会想跟女朋友借钱 所以如果遇到那种借钱 跑 马上跑 扛着火车跑 扛着火车跑是什么 就是 跑啊 跑比火车还快啊 火车跑太慢 然后这样子跑啊 我跟你讲 男生一定会有来跟女朋友说 我会好好对你什么什么 你 不要看他说了什么 你要看他做了什么 就是你不要 所以觉得都是 好啦今天谢谢 我们的感爱感恨天蝎小美女 EJ 掰掰 想要看更多恋爱聊天话题 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按赞哦 拜拜 拜拜 就好像是大草畜断舍离的时候啊 就你可能丢垃圾 但是 从来 请问他在讲这段的时候我要干嘛 没有 你就看了前面 你就看了前面 然后这样 不要 我这样 我这样 看了大家 嗨大家 今天想想发现了吗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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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跟你借钱去吃饭还是什么 我们跳过借钱的话题 哈哈哈哈 怎样 我跳过借钱的话题 所以他是感觉要跟你讲话 哈哈哈 他是想要去买什么 没有啊 就只是 就是一些什么情 就是 就是 对 就是帮他垫的钱这样子